哈喽各位书名朋友们,这里是吃饭洗澡睡觉都忘不了小说的书虫老和,拿好手机跟着老和一起来盘一盘吧! 《庆余年》是猫腻所著的架空历史小说,讲述了一个患有绝症的少年,穿越到一个架空的时代,成为了一个藏有秘密的私生子。 少年名为范贤,这一世他拥有着健康的身体和必须完成的复仇,在复仇道路上他经历的所有人和事物。 主角范贤是一个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,遵守功序良俗,无将赐美,有自己的底线和坚守的信念。 在小说中,有多个情节体现出了范贤的现代思想。 第一个是见到太子的时候和接亲弟圣旨的时候站着不贵。 范贤之所以不贵,是因为他认为男儿膝下有黄金,可贵天贵地可贵父母,可贵对他有恩之人,却不会因为权势金钱下贵。 第二个情节发生在范贤六岁那年,范贤看到管家鞭打丫鬟时站得出来,护住了丫鬟。 范贤一直坚持这人人生而平等的信念,反对单方面的暴力行为。 但是援助中有一个最大的败笔,猫蜜设下的遵守功序良俗的现代人范贤设定被打脸了,差点害得范贤现代人身份崩盘。 这点应该也是林婉儿认为必须要改的吧。 范贤吃着碗里的还看着锅里的,取了正式鸡腿姑姑林婉儿之后, 又纳了一个测试,这个测试呢还是和他一起青梅猪妈长大的丫鬟,外面还有三个红颜知己。 要知道,重婚可是违反功序良俗的,作为一个现代人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情,一夫一妻才是现代婚姻官。 没有三妻四妻的范贤更加符合现代人的设定。 金鱼先生在晚年修改录顶纪时,也决定要让韦小宝对他的贪花好色承担代价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,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留言,我们下期再见。